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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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 其实我是蛮明确的表示大多数的散户是不适合学技术分析 然后大家就很多的人就会来攻击嘛 因为现在目前技术分析在散户的市场是主流 的确是主流 不管媒体爱讲大多数的散户在接触股票市场 确实不断的每天在接收这些讯息 所以当我提出这样子的看法的时候 当然下面有非常多的网友开始批评指教 那我都虚心接受 首先我还是要表达我的立场啦 如果我们从能否赚钱的结果论来看 我不能说技术分析是错的 因为市场中其实还是有人可以靠这个赚到钱 就是靠技术分析其实就可以赚到钱了 但是我自己的观察 他要能够靠技术分析赚钱 他有一个前提跟一个逻辑 就是他必须有一个前提啦 就是他必须得建立在你这个投资人你是可以盯盘 然后你的个性可能是属于比较快很准 比较属于勇于停损也勇于追股票 甚至很容易大进大出的这样子的交易者 那其实你要靠技术分析赚 像我庆隆所认识的有些朋友 确实是可以靠技术分析 长期在股市中赚到钱 他们的前提是他们能够盯盘 然后他们的个性就属于快很准 勇于停损错了就停损 对了就把他追回来 然后大进大出 一次全部股票全部进场 然后一次全部砍出股票 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不是属于这样的个性 大多数的散户应该都不是这样的个性 就是你没办法长到盯盘 你也不是属于快很准的个性 那你怎么能够用这样子的交易的方式 去帮助你在股票上中赚钱 所以第一个前提 对一般大多数的散户应该就已经不适合 那第二个就是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去追踪 从投资跟投机的定义上来看的话 我个人是认为技术分析 是完全就是在教导 所谓的投机的一种交易策略 关于这一点 其实大家也不用跟我反驳 很多在教导技术分析的一些老师 甚至是市场的一些 蛮有名的老师 他都自己都承认 他在教技术分析是教同学投机 而不是在教同学投资 他就是在教投机 而不是在教投资 换言之 所以如果你今天对于技术分析 是很相信的人 你是对技术分析是很信奉者 从我的角度来讲 你就不能说你自己是投资人 因为你已经完全违背了投资的定义 但是如果你认为你自己就是一个投机者 我就是一个交易者 庆隆也就无话可说 而且予以尊重 因为本来这个市场就需要投资者的参与 也需要投机者的参与 也需要这种单纯只是交易股票的人的参与 了解了这个界限之后 那为什么我会不断在我的公开场合中去讲呢 是因为我发现很多的散户真的会对于投资跟这个投机的界限是傻傻的分不清楚 很多人会以为自己在学投资 你可能在学技术分析 在学投资 但是我跟大家讲你学技术分析 基本上你的本质就是在学投机 就在学投机这件事 你只是在学交易的策略而已 你不是在学投资什么 投资就是我要去了解我所投资的好公司 它的核心竞争力什么 它的企业价是什么 它的公司的营运状况是什么 这才叫做投资嘛 技术分析教你的就是看这个股价的一些波动嘛 所以我才会不断的苦口婆心的在宣扬 在各种的场合中不断的跟他宣扬这个投资的这个定义啦 我也很希望能够明白的清楚告诉大家差别在哪边 而不是被市场很多这种过度包装行销的这些话术所误导 最后你以为你在学投资 但是其实你已经沦为投资者 其实你就是在学当交易者 有人觉得听到投资可能心里很不舒服 那就纯粹学交易策略好了 就学交易策略对啊 但是这个你要成功的成为用技术分析的成功的交易者 那它的前提又要建立在你可以盯盘 然后你个性又属于快狠准的 所以基本上其实为什么会主张大多数的散户都不适合 都不适合学技术分析 其实因为他前提的假设 一般的人其实就要不容易做得到 好那除了之外还有一些网友啦 其实对秦隆批评指教说 其实我可能这段时间 其实我对于技术分析的看法有很多 我不太认同的地方 那有很多我提出的一些浅见 他们觉得我是井底之蛙 我可能是根本不了解技术分析 然后所以才会做出这样子的论点 那我要在这边特别的声明 庆隆批会说出这样子的一个 对于技术分析的评论 其实是来自于我对技术分析 其实有过非常完整的认识 跟了解 我才会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评论 几个面向来讲 第一个大家应该不知道 我曾经有写过一本技术分析的书 技术分析的书 十几年前我有写过一本技术分析的书 里面有谈K线 有谈量价 有谈形态 有谈均线 这是我当初写出来的一些内容 所以我会写出这一本书 一定就代表 我对这个技术分析有一定的了解 那除此之外 其实庆隆在我的投资的部落格中 有非常多早期 我的部落格中 也有非常多 关于技术分析的文章 现在目前给大家看 这个就是我的部落格 这是孙庆隆的投资部落格 我很多的网 很多的文章都在上面 大家可以登录去看 那这个是在2011年 你看2011年的10月5号 那这边有技术分析原地之23 引走熊市的头肩顶 以瑞宣台积电邦特为例 然后就开始对 关于技术分析开始进行教学 那这里面是教学型态的部分 然后这边有提到什么 头肩顶指的是 股价在一段时间内上下震荡后 形成具有左肩头右肩的三个 价格低点的底部反转形态 那一旦他能够突破头颈肩的颈线时 通常会出现波段上涨的可能性大幅的上升 然后用很多的例子 然后画很多的线图给大家去看 然后当然在实物的经验中 不管是头部左肩或右肩 很多时候都会出现较为复杂 而不是只有一个低点的 而形成所谓的复合式头肩顶 复合式头肩顶 这都是欣隆的文章 欣隆在2011年的文章 然后这边就很多的延伸阅读 你看技术分析有22 然后21 这边有引走熊市的WD 20来去一场空的上升器型 然后技术分析原地19 套住狂牛的头肩顶 然后还有这个17 你看16量比价先行 然后还有这个14 下杀取量的反转概念 然后如何解读成交量 然后11上肩与下肩带的缺口 然后还有最后一次上车或下车的机会 兼论上升三法与下降三法 然后还有反转形态的组合K线 然后举很多的股票来当例子 然后多头拇指 大涨与大跌前的征兆 什么是成兴什么是叶兴 然后还有支六 当红三兵遇上黑三兵 以金电 金电现在已经没有了 以这些股票为例 然后还有白忙一场的K线 然后黑K的四种形态 红K的四种形态 认识K线 建立正确的观念 那契隆的部落格文章之后 其实有很多的分类 那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支十六 这个就是技术分析 技术分析有220篇的文章 所以契隆要讲的其实是 很多人对我批评指教说 我可能不了解技术分析 所以才会忘下这样子的结论 但是我必须得跟大家讲 其实我对技术分析 它的门派 其实我曾经有花很长的时间去认识 而且是非常完整的认识 我甚至还写过一本书 专门在讲技术分析 但是在走过了这一招之后 我才会越来越确定 大多数的散户不适合去学技术分析 这就是我要给大家的一个结论 那所以我并不是不了解 才做出这样子的评论 而是我因为完整的了解之后 我才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论点 那当然市场中 确实还是有蛮多人 还有一些人确实是可以 靠技术分析赚钱 所以我们从结果论来看 确实是不可会言的 但是它必须得建立在很多的假设上 那甚至契隆在我的前一本著作 十二招独门秘迹 找出标古基因 这本著作之后 你看到第五招 小K棒大学问 也认识头部与底部序号 这也是在讲技术分析 第六招 看穿生命线跟片线 大赚小赔是赢家 这也是在讲技术分析 那我这个的这本书里面用了非常多的 大量的历史的回测 电脑的回测 去检视很多市场以为的技术分析 它的胜率是多少 那我有特别提到用季线 季线是很多的投资人 很多的市场的论点 会认为季线是生命线 但庆隆有做过大数据的回测 在这本书里面有跟大家分析到 在2010年到2018年 其实用季线来做这个买卖的依据 台股一共出现过85000多次的进出场的机会 那最平均的胜率其实只有21.15% 平均的失败率是78.85% 这个其实是我们大数据统计出来的结果 统计出来的结果 其实它的胜率其实真的就不高 真的就不高 那当然有一些人认为有可能是片线嘛 就在我的书中里面也有特别去再加一个 就是不要确认片线 那至少我们加一个double check 我们有一个就是确认讯号 就是股价站上季线超过3天 或者是股价站上季线超过3% 加3天或者加3% 当作站上季线的确认信号 确认信号去降低那个判断片线的几率 然后一样我们在跑客观数据的时候 2011年到2018年总进场数是2万多次 平均的胜率其实也只有37% 失败率还是62% 但是当然我们看到就是 虽然平均胜率3 就是我在跑大数据的时候 胜率大概只有两成跟三成 但是很多的投资人还是会 很多的产户还是会喜欢用 甚至市场很多交易者 还是喜欢用技术分析来决定 你买卖进出场的决定 关键是什么 关键其实就在我们这边有个细节 那我们看到虽然它的平均胜率只有37% 但是大家看到平均报酬率是多少 4.22% 4.22% 就是我赚钱的几率 我100次中 37次是赚钱 62次是赔钱 一般人总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怎么可能赚钱 我100次中 100次中有37次会赚钱 62次会赔钱 那你觉得这样子的交易 交易策略能够赚钱吗 还是可以 因为就大数据的统计来讲 你看它的平均胜率 还是可以来到4.22% 那怎么办到的 怎么办到的 就表示你还是可以赚钱 它就是来自于这个 大赚小赔 就是你用技术分析的操作 你必须得非常的严格的执行 所谓的大赚小赔 就是因为失败几率很高 所以你必须得严格的执行大赚小赔 那怎么做呢 你看比如说我本金是500块 然后我分5次进场 然后第一次假设 第一次本金下去100块之后 然后亏了15% 我就停损出场 第二次又进去 又亏15% 我又停损出场 第三次又亏15% 停损出场 第四次亏15% 又停损出场 没关系 你只要有一次大赚 赚100% 那你前面的亏损 全部都可以弥补回来 你甚至还可以逆转胜变成正8% 还可以变正8% 这个就是我在看待技术分歧的美美咖咖 就是你要不断的能够接受小赔 然后掌握一次大赚的几率 那当然这对于很多的投资来讲 对很多散户来讲 其实是很难做到 真的很难做 那太考验人心 那个中间需要太多磨难的地方了 那所以我才 后来我才越来越确定 其实大多数的散户 才适合所谓的价值投资 适合切容长期主张 不只我主张 巴菲特也是主张这样 因为我们的成功基础非常的高 我们的成功基础非常高 所以你不需要去忍受 那个交易的过程中的 那个人性的挣扎 人性增长的过程 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结论 所以今天切容想要利用 这个我直播的时间跟大家来说明 也希望能够 如果我这段时间讲了一些 可能让信奉技术分析的门派的人 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我这边也欲抱歉 跟抱歉 可能就是大家的看法不太一样 但是我提出我的看法 对啊 那我也希望能够帮大家明辨 投资跟投机的差异性 那我也希望很多的散户 真的因为市场太多 过度行销包装的言论 会让很多的散户 以为你是在学投资 但是其实上 其实你是在学投机 对啊 所以了解差异性之后 那你觉得这个门派适合你 技术分析适合你 就是天生的交易者的好手 那我们也予祝福 因为确实市场 的确是有一些人 可以靠这样的方式赚到钱 那当然我们就予祝福 也予尊重 那当然我讲的就是我认为 大多数的散户 大多数投资人 真的不是这样个性 所以不要走错路 不要一开始就走错路 去学了一个根本你不适合的方式 那最后的结果 当然自然而然就是伤痕累累 那我们不管是用什么分析 来再做投资 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 我们的目标都是希望能够 在股票场中赚钱 而不要赔钱 我们的目标 我相信大家目标都是一致的 不管今天用什么方式 你各种的方式 目标都是为了赚钱 而不要赔钱 技术分析有成功的经验 那当然我们的门派 也有非常多成功的经验 那我只是跟大家说 我们的门派的 不管从各个角度来看 确实是有很很适合很多的散户 可以创造出更好的一些生活品质 所以就提供给大家去分享了 我觉得今年更明显 今年上半年经历过这样子的 一个股市的波动之后 那欣友老师是用价值投资 当做我的投资的依据 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确实都还是能够富贵稳中求 那所以当我们的目标都是追求要赚钱 当我们的目标都是追求不要赔钱的时候 那大家就要好好的思考 你现在所用的方式到底适不适合你 那最后还是要不免推荐一下 我十月份的开不看不看盘投资的获利 一年只开一次啦 因为基本上我 我的本业并不是在开课开课的 那我希望透过开课的过程中分享一些 我这过去一年以来的一些经验 然后也希望能够帮助投资人 帮助大多数来上课的学员能够建立起自己开战斗机的能力 我飞给你看之外告诉你可以成功 我没办法带你飞 但是我希望你看着我飞成功之后 你也可以拦起 你也可以成功达到财富自由目标的希望 有初阶班、进修班跟实战班 那初阶班会在十月八号的礼拜六 早上九点到十二点开始上课 进修班会从十一月开始 然后十二月两个月的时间 那实战班会在明年的一月份 这个课程其实它有七大的特色 我们这不看盘投资的课程 其实有七大的特色 第一个特色就是 我可以很自豪的跟大家讲 这是我们台湾目前市场中 唯一一个可以教导投资人 完整企业价值的一个财报分析的课程 我相信市面上没有一个课程 是可以这么完整的在教导大家企业价值 尤其从财报的角度去做评量 这就是我们不看盘投资课程的第一个特色 第二个就是从初阶到进阶 然后深入浅出 所以我相信不管是投资的新手还是老手 应该都可以很快的入手 第三个特色啊 就是我们上课的学员 都可以独家的获得 倩永老师所精心设计的 一个Excel的档案 让这个Excel的档案可以帮助你 在企业评价的过程中可以化繁为减 因为这Excel档 其实它都是设计好的 所以你只要把相关的数字填进去 答案就会出来 那这个相关的数字是什么 你至少要知道去哪里查一家公司的税后净利率吧 你至少要知道去哪里去查新一家公司的股本在哪里吧 我们上课会告诉你 先让你认识财报分析的架构 让你去了解怎么去计算企业价值 这个计算过程中 然后我们会提供一个Excel的档案 这个Excel档案 这上面就会有几个栏位 你要去找到相关的数字把它填进去之后 那就会得出你要的企业价值的部分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第二个特色 就是学员可以独家获得千荣老师精心设计的这个Excel档 这会帮助你在企业评价化繁为减 第四个特色就是我们是完全采取线上的直播教学 然后这个内容可以重复观看90天 好处就是你可以不用受时间跟地点的限制 可以帮助大家学好学满不加价 听一遍不懂没关系 你可以听两遍 两遍不懂没关系 可以再听三遍 多听几遍你相信应该就会有一些概念 那它是线上教学的 所以基本上它不会受到时间跟地点的限制 那第五个特色就是我们会采取FB的社团 跟RoomMe双平台的一个互动教学 会去帮助我们的学员重点的资料 可以完整的保存下来 可以让你很快的去知道哪里可以找到重点 第六个特色就是你在9月14号以前报名的话 那我们会多加证四堂前导的课程的直播 这个四堂前导课程的直播 会由千鸿老师亲自来带同学来引进财报分析之门 那我们这个四堂前导课程的直播 这个我们预计会在9月14号 礼拜三晚上的9点到9点半 然后9月28号 礼拜三的晚上9点到9点半 9月21号跟10月5号 这四周 延续四周的部分 你只要报名这个不看盘的获利投资数的学员 都可以加证这个四堂的前导课的直播 那在9月14号以前报名 我们的助教我们的客服 就会引导你进入到我们的FB的社团 引导你进入到我们RoomMe的包厢 那这里面其实都是我们之后线上教学上课的一个平台 那我们的讲义也会放在上面 然后同学有什么问题 也会统整在一个留言区里面 我们会统一的去回复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那个Excel档嘛 Excel档也会放在上面 每堂课的课程的简报也会放在上面 然后这里面就提供了一个FB社团跟RoomMe 这两个的一个教学互动的平台 那大家记得哦 在9月14号以前报名 就可以来参加这四堂 而且是免费参加这四堂的前导课程 那这前导课程要上什么 我会预备一些功课 然后预备一些让大家学习的东西 让你可以在进入到正式的课程的时候 可以更快的进入状况 至于普看盘投资者课程的第七大特色 就是你现在只要三班合购 你就可以立即享有七折的优惠 不仅可以现省8100元 更可以用四个月的时间 去培养一辈子受用的赢家策略 因为如果你三班合购 那你的课程会从10月份上到1月份 所以这横跨这四个月的时间 那我相信你给自己四个月的时间 去培养一个可以让你一辈子受用的赢家策略 我相信这样子的投资是非常的值得的 那如果同学有意报应这个课程 那如果订购上遇到了什么问题 你可以私讯我们的小编 我们小编是宋国强Jump 或者是在上班时间 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2-2702-9139 然后分机174去协助处理 那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在这个课程中能够有些收获 那我一年就开这么一次的课